人人都想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但房价逐年上涨 一般受薪阶级的民众更是负担不起 新政院六号拍板房屋税差别税率2.0方案来打击炒房 房屋税差别税率2.0方案 针对房屋所有人之住家用房屋进行全国归户 对持有多户且为做有效使用者可以交高税率 来鼓励房屋释出减少空置 也就是说家用房屋以三户为限 只要超过三户就不是自住宅 举例来说若一人在台北有三间房 在屏东有三间房 以现行版来看地方政府各自为政 因此这六间都算是自用住宅 但修正过后该采全国归户统一纳管 让囤房状况无所遁形 非自住住家税率也从1.5%到3.6% 拉高到2%到4.8% 不过凯格消息一出 在野党也有话要说 民主党认为要调整税机 并且因加速兴建社会住宅 另外时的力量则呼吁开征全国统一的空屋特别税 你必须要去跳脱现行房屋税属于地方税的这个困境 然后开征全国统一的这个空屋特别税 税率调高了就完全立即有效吗 你知道我们还是有个最重要的东西没有调 是什么 是税机 调税率显然并非打炒房的万灵单 时代力量党团也提出必须大幅度的拉开非空屋和空屋的税率差距 让诚实申报出租的税率接近自主税率 才能迫使空屋计入买卖和出租市场 进而增加房屋供给 至于民众党团也指出 政府应该要推行全面实价登陆 来解决租屋黑市问题 并建立检举制度平台 同时也拟诚实申报措施来提升房东的登陆意愿